在前一名老伯騎電動代步車 經過剛才開始迫路跟四線路路口的時候 不小心跟另外一台機車發生錯誤 當時老伯當中寫車 便車都忘記到頭部會流不寄 剛才上邀請通報後 隨著派車請求讓人車只能救完 好跟這位老伯醫生清楚 在經過保證後送往便宜 該起後來救人車到中間 現場一名八十多歲 南西上架都在樓中 據另外一名四次都查看最多狀況 唤一夜頭部有一次撕裂傷 而且回流不寄 據另外一名四次的機會 並查看吉他上枝 在粗部經過治療機遙 送往便宜觀察 到達現場發現為一個老翁 騎著電動代步車 騎著發射車禍之後導入在地上 現場避過患者傷勢 頭部有一處撕裂傷及具體差錯傷 由於患者就近旁邊有農民醫院 趕緊緊急處置爆炸止血之後 就進送往醫院處置 各位志祥叫好民眾 醫療電動車不是車 在使用時也需要遵守行人規則 不要讓人家行車安全 只要是較不重要的其他人安全 要不要車好發生 先想到面對吃菜方不得 再講吃和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 再講 一下 稍後 再講 你 小